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谁提出任何建议都欢迎 描述 ISCP-990是一个身穿冷战时期西装的男子 在基金会人员的梦中出现 至今为止未有人员在现实中遇见过ISCP-990 如果他真是个人类的话 那么我们还没发现他 目前还未有任何报告显示 ISCP-990出现在非基金会人员的梦中 从 起 ISCP-990就出现在人员的梦中 几名特工在讨论各自都梦见过类似的人物时 发现了ISCP-990的存在 之后大量特工报告梦见符合ISCP-990特征的人物 此现象在事件990-07后 正式列入SCP 事件日志990-07 特工 并没有在指定时间报到 他被发现在自己的宿舍内睡觉 该特工以程序约18个小时 而连串唤醒他的尝试都失败 随后被送到医疗区 程序超过40个小时后 该特工苏醒 并且情绪极度激动 据报告指出 他在设施乱跑 并大叫关于世界末日的事情 即使在注射大量镇静剂后 该特工的身体机能 依然处于危险的加速状态 例如心跳加快 血压上升等 该特工描述了一个 跟SCP-990基本特征相符的男人出现在梦中 根据博士的报告指出 该特工详细描述一连串事件 导致击发战术核弹向欧洲中部及东亚发射 最终灭绝了近98%的人类 以及人类社会的彻底崩溃 该特工声称以上咨询是SCP-990 在他被困于梦中时对他详述的 机动特检队被派去消除导致一连串事件的根源 最终机动特检队完成任务避免危机发生 而特工却未能撑下去应休克致死 事件990-07后 SCP-990在很多基金会人员的梦中出现 并带来类似的预兆 目前为止再也没有类似事件990-07的情况发生 不过SCP-990预测 即博士的死亡确实无误 此外还有观察战Epson38的毁灭 以及任何SCP-990带来的预兆 不论其严重性都应向基金会报告 如果SCP-990在其梦中出现的话 基金会人员可以自由与他交谈 并鼓励他们向SCP-990套取有关他的咨询 此外博士曾表示任何人能够证实SCP-990真的存在于世上的话 将得到丰厚报仇 文件990-02 以下记录了博士与SCP-990的访谈 虽然博士是在醒了以后才开始记录 但其记忆力向来都是高度准确及可靠 说出你的名字 你这是在跟我做访问吗 是啊 没问题吧 没问题 我乐意 那么请说出你的名字 Tony这个名字怎样 Tony 有权决定别人该怎么称呼他 那么好吧 就Tony 事实上我改变主意了 Richard怎样 我没意见 那就Richard 下一个问题 为何你要用凶兆恐吓基金会的人员 恐吓 谁被恐吓 你预言了一堆不幸的事件 有跟基金会有关的 又跟世界墓园有关的 那谁因此真的受伤了 你谋杀了 特工 博士 我相信你对我有误解 解释一下 我不是坏人 我不知道还有坏人存在 啊 是有啦 谁 SCP 没有这编好的SCP 一段时间内也不会有 哦 当然不是 他还未出事 你们基金会知道的还太少 这算是语言吗 你闹钟响了 此时 博士被他的闹钟吵醒 之后开始操录以上对话 以上就是SCP-990 简单来说 SCP-990是一个会出现在 基金会人员梦中的神秘男子 并会带来跟未来灾难有关的咨询 基金会则依据这些咨询 去阻止灾难的发生 他在访问中也预测到 未来会出现一个女性的SCP 成为基金会的敌人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这些影片 记得帮我一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算不喜欢吧 希望我自传SCP的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